今天频道以来我已经发布了超过600部的影片了 并且是保持着每周发布三部影片的频率 这很大得益于我有一个系统的剪辑流程 所以这期影片我就想做一个分享 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剪辑YouTube影片的 在影片里面我会分享给你很多非常实用高效的工具和技巧 你都会得到非常多收获 嗨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 流量变现一种网络权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随便要记得对我频道 在和大家具体说我的影片剪辑流程之前 我有必要和大家提一下我是如何拍摄影片的 我的每一部影片都会准备好文案 我认为这对于我拍摄影片和剪辑影片来说 它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中对照着我的文案去面对镜头说话 我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心里面是有数的 如果没有准备好文案去直接去拍摄影片 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去说什么 或者是说了很多无关的信息 这也间接会增加我之后剪辑影片的工作量 所以如果你和我拍摄的影片类型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坐下来面对镜头说话的这一种 那我十分建议你可以在拍摄影片之前去准备好文案 这样对于你拍摄影片还有剪辑影片来说 帮助都非常大 然后我拍摄的相机就现在的这一台 索尼的GV10 它是非常适合于新手入门的 它在操作使用上会比较简单 并且它能够拍出4K画质的画面 同时我感觉它的整体画面颜色也是比较清楚的 比较自然的 并且它是一个比较轻巧的相机 你可以带到外面去拍摄Vlog 都是非常方便的 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 你可以找到我所有设备它的链接 你可以参考购买 然后我使用的剪辑软体是Premier Pro 在我一开始使用剪辑影片的时候 我就使用Premier Pro 所以到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使用了 它的功能也是所有剪辑软体里面最强大的 大部分的剪辑师都使用的是Premier Pro去剪辑影片 首先我剪辑影片的第一步就是 把我拍摄好的素材从它的SD卡里面 去转入到我的外置银盘里面 我所有拍摄的素材 所有我剪辑的文档 都不会存在我的电脑本身里面 因为这样就会导致我电脑本身的容量上升 会让我电脑运行变得更满 而且我不会马上去开始使用这些素材去进行剪辑 同时像我一样去拍摄4K的画质 或者是1080P的画剪影片 那么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些素材去开始剪辑 除非你的电脑性能非常好 不然的话 剪辑起来它的速度会非常慢 容易卡机 特别是在你使用Premier Pro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出现电脑运行不过来卡机的情况 所以在我真正开始剪辑这些素材之前 我会先创建一个Proxy的文件 所以的Proxy文件它是你创建的一个低画质的影片素材 这样你就能够通过这个低画质的影片素材去开始剪辑 会保证你电脑运行的流畅程度 但是当你导出影片的时候 它还是恢复到最原始的画质的 所以这样对于我们剪辑影片来说是非常方便高效的 像有很多的剪辑软体都是能够让你去创建Proxy文档的 创建Proxy文档会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我都是照我空闲的时间 就把这些文档去创建成Proxy文档 接下来就是初简了 大家平时看到的有趣影片都是非常精美的精心制作的 博主在影片里面所说的话都是非常清晰连贯的 你没有看到任何的错误 其实在他们刚拍摄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所有的博主在他们进行剪辑影片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初简的阶段 去把这些拍摄的错误全部剪除掉 这我推荐大家一个在初简这段的时候 非常实用的高效剪辑技巧 你可以去观察你影片素材它的音轨波纹 比如说当我看到我在这影片素材里面 有一段的音轨波纹它是直线的 这也就表明了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没有说话的 我就能够快速的把这段没有说话的部分去去除掉 初简的过程里面你需要全程去把你影片素材都看完 去把你觉得不必要的部分错误的部分都去除掉 在我初简完之后 我会对我的画面进行一个简单调色 在调色阶段其实我的步骤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提升我画面的亮度 调节一下本身画面的色温色彩等等 在调节画面色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去首先创建一个调整图层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所有颜色调整都是运用到这个图层上面的 假如说你之后发现你不喜欢这样的颜色调整了 你可以直接删除掉这个调整图层 这并不会影响到你本身素材它的颜色调整 调整颜色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 都是根据你具体的画面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的 在调整完颜色之后就是开始发挥创造力的时候了 我要去想着如何去丰富我的影片 你如何去丰富你的影片会直接影响到观众观看你影片的感受 直接影响到影片的表现 也会影响到YouTube的演算法是否要推荐的影片给更多的观众 通常会使用很多种方式去丰富的影片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把画面拉近 这样就能够提醒观众 这个时候我所说的信息是个重点信息 或者是我在我的画面上面去添加文字 也会告诉观众这是一个你需要注意的信息 或者是我可以添加元素再配合上音效 从听觉还有视觉上面去给观众不同的刺激 我认为最有效的去丰富我影片的方式就是添加B-roll 你现在看到我这个画面就是我影片的主画面 它是A-roll 如果我在这画面上面再添加一个画面 那么就是B-roll了 B-roll画面可以更好的去丰富影片 去提升观众的观看体验 去让观众有更多的情境 去让他们更好的理解你在影片里面说说的信息 我的很多B-roll素材都是来自于Motion Array的平台 Motion Array也是这期影片的赞助商 十分感谢Motion Array赞助本期影片 Motion Array它是一个付费订阅制的素材平台 这平台上面包含着创造者所需要的所有素材资源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高质量的影片素材 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加入关键字 就能够找到非常多相关的素材了 并且你还可以找到很多竖屏还有方形的素材影片 这对于你想要制作短视频来说帮助非常大 如果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素材 在它的底下你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素材 此外还有剪辑模板 预设音乐音效 图片 动画图形 剪辑插件等超过80多万种的素材资源 这些素材资源都是能够让你去商用的 将你订阅了Motion Array这平台 你就能够无限的下载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Motion Array 也十分感谢Motion Array赞助本期影片 接下来为了让我的影片更加丰富 为选择加入影片的背景音乐 如果一部影片它没有加入一些音乐 会觉得这部影片比较干 因为的加入就像是影片的调味剂一样 会传递出一种情绪 会让观众更享受观看 这对于影片的表现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比如说在影片的开头 我想创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 那么也使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音乐 比如说这首音乐 一般在影片的中间部分 我也选择一些带有节奏的 但是不是特别激烈的lo-fi音乐 我在影片里面所用到的音乐 都是来自于Alice的平台 直接会展示给你 如果在Alice的平台上面 去找到适合你影片的音乐 现在我打开了Alice的文章了 如果你之前有使用过Alice 它会根据你下载的音乐类型 你的使用习惯 去推荐给你一些你喜欢的音乐类型 我也可以选择这个Music 像我进入到了音乐的专区了 在左边它会有不同的选项 比如说你可以按照 音乐所代表的心情去寻找 或者是影片的主题去寻找 音乐的类别 或者是按照乐器去寻找 通常来说我会使用音乐的类别 我会选择这个lo-fi and chill beats 这就展示给我所有的音乐 如果你可以看到有带New的标志 这个就是最新发布的音乐了 如果想要播放的话 我可以选择这个播放按键 这首音乐就是比较缓慢的 或者可以听一下这首音乐 这首音乐的节奏就稍微快一些了 只要说我想找到更多类似这样的音乐 我可以开启这个相似音乐的按钮 底下的这些音乐 都是和这首音乐是类似的 比如说可以听一下这首音乐 你可以听出来这首音乐也是带有一个比较快的节奏感的 如果想要下载这首音乐 我可以选择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完之后我就可以运用到我的影片里面了 我的影片都是配有字幕的 我也使用剪映去帮助我去创建字幕 剪映的免费版本就有智能创建字幕的功能 我认为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准确率也能够达到90%以下 所以使用它的这个功能能够极大提高我制作影片字幕的效率 在上完字幕之后我也从头到尾再去看一遍我的影片 这一步就是检查我整体的影片了 去看一下有没有哪些错误遗漏 是否有音量不一致的地方 或者有哪一部分我在自己观看影片的时候都失去兴趣了 我就会想办法去丰富一下 回从Motion Array里面再去下载一些比较素材 在检查完没有错误之后就能够导出影片了 就是我剪辑影片的流程了 通常来说一部10分钟左右的影片 我会剪辑大概5到6个小时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剪辑一部影片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你打算在2024年去开始进行个YouTube频道 你想要知道最快速启动频道的方法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当作影片点个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来说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着我IG能够和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评论再见 拜拜